各位同学好,我们来复习范例2 如图所示,将密度相同且皆均匀分布的大小两十星球彼此仅靠 以至半径为R的球,体积是三分之四πR三次方 若小球的质量为M,两球的半径是R和3R 则第一小题,大球的质量是多少 大球的质量会跟它的体积有关 因为它今天密度相同,两球的密度相同 密度就是ddensity 它的定义就是质量除以体积,对体积做平均 那今天密度这个density是相同的 所以呢其实就是 这个d是一个定值 它是在两个球的d都是一样的 那所以就会变成是质量就会正比于体积 所以体积越大质量就越大 就好像你如果都是密度相同的材质 比如说水,两颗球的内容物都是水 水球 那体积越大就越重 体积变2倍,重量就变2倍 体积变8倍,重量就变8倍 那其实就是质量 质量和重量差了一个 差了一个重力加速度 好,那么所以今天它的半径是差3倍 那体积就会差几倍呢? 体积就会差3次方倍 也就是27倍 那同学可能会想说 这个是球形 球形的话它半径差3倍 体积就差3次方倍吗? 那各位可能会比较熟悉的是 立方体 立方体如果你把它放大 3倍 边长放大3倍 它会是27倍啊,对不对? 那这个你应该可以理解 3L3次方和L3次方 就会差27倍 那今天只不过是 一开始我们可以假设 球的半径是R 那它的体积根据题目给的公式 它就会是 3分之4πR3次方 那如果说是3R的话 大球的 也就是它的这个R的位置 是要带入 它的半径 它的半径接下来就要带3R 所以是3分之4π 3R的三次方 你会发现一件事 就是 它差距 只差在后面这一项而已嘛 所以前面的3分之4π都是重复的 所以 的确它还是只差在半径的部分 半径差3倍 从R变3R 体积就差了27倍 所以 体积差27倍 那因为质量正比于体积 所以 V差27倍 那所以 质量就差27倍 所以答案就是27m 因为 小球的质量是小m 那第二小题更简单 这个第一小题 第二小题更简单 只要带入 我们的 万有引力公式就可以了 那要注意的是 这个公式只能用在 两种 比较特殊的形状 或三种比较特殊的形状 才可以直接带 那三种呢 第一个就是点对点 那第二个是 球壳 均匀的球壳 几云球壳的质量 可以视为集中在球星 那么 那么 意思就是说 像今天这张图 题目给的图 它是 把整个大球的质量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在 中心 把它当成是27m在中间 然后 小m在 小球的中间 这样子 然后 从中间到中间 这一段 就是它的 它的连心线的距离 然后你可以把它带入 万有引力公式 底下的R 这个啊 这样是可以的 那如果说是变成 如果说今天是 一个 一个长条形 然后对一个点 那这长条形你不能说 我把整个长条形的质量 视为集中在正中间 这样是会出问题的 那 这个我们就 应该上课有讲过 就是说这个 长条形对 这个小m的引力啊 它会是 有各个方向的 而且距离又不一样 那唯一可以 经过证明以后 可以视为集中于球星的 就只有球壳 或者是球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 第一小题的 第一小题的结论带进来 我们两个球之间的引力 就会是 大G乘上27倍的大M 这是大球的质量 再乘上 小M 这是小球的质量 再去除上 它们之间的距离是 3R加R 也就是4R 所以最后结果是 16R平方分之27倍 大G小M平方 就这样